我現在已經轉回XP的環境 還有我已經把手指拼在路線上 我們再做一做測試 我們又回到香港這個伺服器 按一下 同樣我們都用Google Chrome的網絡 同一個伺服器 拿切CW group 我們又等一等了 下載速度是2.46 上載速度只有0.57 好像比較慢 我們再試一試 。 好 快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段時間速度都回到1點多 然後有一段時間就突然快漲 平均下載速度就到了3.89 上載速度也不及Windows 7的那樣高 只剩0.81 好再試一次 這次是7.45 按下載速度也是0.57 我想7.45也應該是比較 比較不可能做到的速度來的 因為這個瘦射本身是7.2的 所以這個測試都不可以做準了 再試一次 大家可以看到接駁了Router之後 在Xperia環境下 它的速度都是2點多至4點多 剛才7點多的應該都不可以做準了 我們現在再試一試 在Xperia環境下直駁那隻USB手指 看看它的效果如何 那我們現在就駁回手指 就拿去EPC 那現在用Xperia環境 那也用Chrome的搜尋 再做一次測試 那就是用來比對 在同一個OS底下 同一個手指底下 同一個網絡底下 那究竟用那隻Router快一點 還是直接插手指快一點 那你看到這一次 下載速度就剩下1.37 今天的Bps 那上載就剩下0.81 那一次不做準了 試多兩次 這個Latency也蠻高的 Paint時間 上升到200多Ms 那這次下載速度就快一點 就2.02 不過還是好像被Router那邊買 upload的方便更加好慢了 這個Latency也應該 不知有什麼問題,就再試一次 網絡始終是很多電腦、路線、一齊工作環境 所以亦有很多因素影響連線速度和下載速度 下載速度是1.77 上載速度更加慢,0.03 再試一次 下載速度更快,有0.43 下載速度只剩1.6 你可以看到,連試了4次 速度更快,有0.43 直插手指的速度比用路線速度更加慢 這個是XP環境下的測試 跟Windows7那邊剛剛相反 跟Windows7的直插手指的速度比用路線速度更快 這個原因是什麼呢? 我推斷會是XP的Driver針對3G的網絡 以及本身USB形式去接駁3G的驅動程式 未曾優化 可能因為這個原因 導致有一個樽頸位 下載速度最多到2Mbps 這樣就行人止步 所以我們考慮我們用這個手指上網的時候 就要考慮我們用什麼OS 以及用什麼連接方式去使用這個網絡 不一定是ISP的問題 可能都有因為這些因素影響到你的使用體驗 接下來就會再集中測試這顆Router的一些 比較高用量的應用 看看它能否應付到